搭公车让座给有需要的人 这样的美意究竟需不需要被提醒呢 台北市公运处最近在部分的公车路线 是版让座铃 有需要的乘客按铃之后 车上就会响起提醒让座的语音广播 不过这样子的设计却是引发了论战 有些人觉得说很不错 但是也有人担心 说就会不会变成情绪勒索铃 认为让座应该是自发性的 如果还需要外力介入强迫 反而会让人觉得很有压力 请您让座给有需要的人 按下按钮车内马上响起语音广播 台北市公车事半让座铃 只要旅客有需求 按铃就会有广播提醒让座 但却被部分民众认为 这可能会沦为情绪勒索铃 可能它外观上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 说它看起来哪里肢体不方便 我想会不会有发生一种状况 是很多车上的乘客 这时候会把目光的焦点 集中在他们身上 那其实也会变相形成一种压力 指出让座应该是自发性 外力强迫 反而会让人有压力 也有人担心如果不让座 结果一直按铃怎么办 不少网友也表态 不认同这样威权式的做法 甚至还有人担心 这会被当成下车铃 国内重症科医师陈至今则认为 这个按钮不够贴心 因为有需要的人还得走到前后门 他也提出质疑 究竟在广播后才让座的人会觉得自己很热心 还是很羞愧 毕竟全车的人都知道是在广播后才让座 我觉得有必要 有时也不是说不让座 是没有看到 之前会有很多伸张者 需要驾驶特别在行驶中 使用车内广播器来提醒 现在有这个零的部分 驾驶就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行车安全上面 对此北市公运处回应 强调这是柔性劝导并非强迫 未来将会看示范情况 再决定是否扩大安装 公车设置让座零 出发点是友善弱势 没想到却意外掀起正反两派论战 记者综合播等